好了,回到辑里了 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状况,希望大家看看 帮我編輯部正向部浪费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西台 希望看看 如果订阅那裡停了,希望大家订阅 现在说一下另一件荒谬事情 民建团搞夜运动 其實現在香港社會的主題是 不知為什麼,就是說夜市不夠旺 當然大家都會想一些辦法出來 有些香港的政棍在觀塘搞夜市 之前有節目說過,工聯會亂來 觀塘海濱搞夜市 現在民建聯又起可落後於人 民建聯又搞夜運動 鄭永迅 游泳的泳 他就說要搞夜運動 其實以前的夜運動是怎樣的呢? 就是年輕人在球場打籃球 踢球等等 這些事情 那些年輕人在一起就會做多一件事 很多時候就是煲煙 我小時候見過的事情 就是煲煙 就是喝啤酒 這兩件事 現在應該不行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球場 吃煙已經不給了 那好了 喝啤酒 吹水就可以了 但是通常煙酒這件事 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實際情況就是 那些人現在去深圳 那他們去一些大排檔 可以一邊吃東西 一邊吃煙喝酒 是可以的 在香港就有很多限制 事實就是 說到夜運動 為什麼要吃煙喝酒 就是 老實實 你晚上打球 誰真的去做運動 其實你下午也能打球 你不用晚上去打球 你去跑步 我知道有人晚上跑的 但是 早上跑的人更多 就是 晚上去跑步的人 會不會帶錢出去消費 真的做運動的人 老實實 我只是說事實而已 如果晚上出街 真真正正去做運動的人 他不會有任何消費的 不是呀 他會買幾瓶水的 怎麼會呢 現在那些人 就是我見過的 就是自己帶一大瓶水 就放在球場旁邊 我是調研過才說的 這些事情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做夜晚運動 夜晚根本一直都有人做運動 那些現在晚上做運動的人 是真正做運動的人 現在香港只剩下夜晚做運動的人 就不是 借一些已在球場 吃煙喝酒 吹水的人 Persy Wong說 晚上吹水多 當然是 那讚斯山就說 浩南有沒有去球場收靚 那就是 球場收靚 下午也有的 就是 以前 我不是說現在 現在我想很少了 那 KMC2.0就說 水在家裡裝就是了 那KTML就說 跑步 最多不是代張八達通 水也是自己帶 是啊 所以我就說 你究竟那些政棍 究竟你知不知道 香港人是怎麼生活的 你拿十幾萬一個月 坐在立法會那裡 坐以待斃 你一般人怎麼生活 你知不知道 現在社會發生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 那些立法會議員 是這樣的水平 其實香港是沒有運行的 其實你在香港走一個圈 你就知道現在的人在哪裡做運動 早上 其實也有人在海濱長廊那裡跑 現在是 還有很多 哥哥不穿衣服在那裡跑 很多的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怕自在說 政府運動場有水機 是的 所以你根本 都不會花錢的 其實 真的很認真地說 你說我不是租場那些要錢 打羽毛球那些 打羽毛球那些 你真的不可以說可以打通宵 那些是不能打通宵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ChipLow 就說 搞夜市娛樂運動沒有用 人生會變得很頹廢 好像國內搞多一些科技產業 抑壓地產霸權才有生機 這些說法當然 裡面有些事情我沒有辦法同意 其實香港有沒有地產霸權 我也要說 其實香港嚴格來說 不算有地產霸權 我的看法從來都是這樣的 我和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今天有人會說 說你這傢伙 還幫有錢人說好話 我不是幫有錢人說好話 而是我勸大家 有些事情你要認清事實 有些事情改變不了 你就不要想著去改變 集中去改變一些 你可以改變到的事情 譬如 那些政棍的議政水平 為什麼要說 他們現在這樣說 夠膽這樣說 就是因為他們 亂說 對不起 忍不住 亂說 都沒有人理他們 沒錯 有些人笑他們 但是 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提升他們的議政水平 其實說真的 現在你說要搞夜市 什麼都好 其實說到底 就是要令到市場旺返 你要令到市場旺返 其實 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令到人敢去花錢 那麼 特區政府的官員就說 要找外奴做配套 那其實 是不是可以令到人有心去花錢 其實沒有 不是 那些中產有利 輸入外奴他們 收入一樣的 那些東西便宜了 他們就會出來消費 其實有一點老的中產 都不會覺得 底下階層的人 應該賺這麼少錢 有一點老的人 你想想就知道了 你底下階層 賺很少錢的話 社會根本 沒有辦法做到一件事 叫做水漲船高 這個世界不是靈和遊戲 有些人現在 在香港 就覺得這個世界是靈和遊戲 你收入零 我就把你的收入 你不給錢人家做 人家就躺平 不做 就是這麼簡單 你以為每個人都要出來做事嗎 他真的可以不做 到最後 可以吃中援 你吃中援 那我就廢了中援 你就試一下 說真的 如果香港 你不斷繼續這樣搞下去 連中間的人 中下層的人 全部躺平 你就倒閉了 整個社會 是潰不成形的 真的 如果你想香港好的話 一定要想一些政策出來 就是 起碼要提升打工的人的所得感 而不是去打壓那些人的所得感 現在 政府竟然是帶頭想著 如何把人家的所得感 然後 還要想出來 讓人家的袋子裡 一元都沒得剩 就是要他花錢 想辦法要他花錢 哈哈哈哈 是不是 Signy Cat 說 真的運動的人 不會整黃夜市 這麼辛苦 運動員 不會跑去宵夜 現實就是 如果你要帶黃消費 你根本唯一的出路就是 你要提升人家的工資 你不可能一邊去減別人的工資 就叫人家繼續出來消費 這根本就不可能 其實就是 他要有Disposable Income 就是可支配收入 才會 去做一些Discretionary 的費用 即是 他可以隨意消不消費 因為夜市那些 他可以選擇不做 他可以選擇做 你要 那些人肯去花錢 他要對第一件事 就是要對自己的工作有信心 未來呢 他也要有收入的 他不會的工作突然之間沒有了 你起碼那些人要有信心才行 是不是 Winsley 也感謝你的支持 正向Angel 說 晚上跑步不會去買東西的 出曬汗 身體很臭 其實是的 你說怎麼 他運動會買多一雙球鞋 老實說 現在 其實社會本身已經有問題了 你自己問問踩單車的人 有多少移民盤 訂出來的 那些單車是 好東西來的 新車兩皮幾東西的單車 買幾千元 有多少 你自己看看 現在 你不要說我不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不住在香港 我回來走個圈 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真的 你自己去看看有多少移民盤 就是 傢伙 現在很棒 二手傢伙 有朋友就開始生意了 就是 公下租貨倉 收到別人的 好東西 那些二手東西 賣不去 不要緊 慢慢放出去 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放出去 有些人已經開始做這些 現在已經開始是 那 那麼 花花就說 真心覺得他們為了求快 做事給別人看 弱石亂頭 他其實就是假裝做事 全部人都是 當社會 算是上層的人 你十幾萬一個月 議員都 做官的 好像黃偉倫那些 三十幾四十萬個月 他是司長 應該再高一點 不知道三十幾四十萬 那個人工可能 差不多到五十萬一個月 加上津貼那些 有五十萬的 他根本都不知道 社會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 你好像 麥美娟那些也是 你幾十萬一個月 都不知道 社會真正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 Karen Chan又說 政府搞活動 你不用錢 你遠對抗 問題就是 別人也不想 不想 政府是 強行 用外勞去壓低工資 你配合商界去做這件事 商界就不斷叫救命 這裡不救人 那裡不救人 但是人家正路一點的生意 不是這樣 正路一點的生意 譬如你舉個例子 你看一下 城巴那些 城巴那些 請司機 現在又可以做一半時間去做 他就知道那些年輕人 不想打一場工 他專門做一些工 就是一半時間去聘請人 我再舉個例子 其實有些公司 請保安 那些人工都不太低 現在 你自己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實人家 做生意比較合理的 老闆 他不會去壓人家的工資 現在你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是政策和政棍聯在一起 就去把那些 比較合理的老闆 你不肯給一個比較合理的錢 去請人 其實就是 Rachel Loan 也多謝你的支持 Karen Chan 就說 社會是一個金字塔 你中下層越削越少 如何可持續的 托得起上層 其實他們不是這樣看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靈和的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靈和的 他們覺得下層的人 是可以把他們全部收拾 現在有一群人是 總之你把他們全部收拾 我找一些低層的人 來取代你 他的思維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現在搞到一個地方 會革命的 有人說 你這樣說是煽動 不是 你看看中國歷史就知道 為什麼共產黨要領導 就是 農民去反抗國民黨 為什麼要反抗國民黨 為什麼要解放戰爭 為什麼要打解放戰爭 為什麼要革命 就是因為 你國民黨那些混蛋 打完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打完抗日戰爭 他立刻搞五指登科 打完仗就立刻 拆掉平民老百姓 現在19年 疫情搞完之後 你竟然搞平民老百姓 社會最基層的人 你就拆掉他 這樣不行 根據歷史客觀的情況 就是會革命的 真的 我不想看到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一定要先說清楚 但是你這樣搞下去 人家真的會瘋 不要緊 有國安法他們不敢的 老實說 如果你搞到人家真的生存不到 就不是這樣說 現實就是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Patch and Wong說 正常的老闆請保安 也挺高薪 但是年輕人都不肯做 其實不是的 有年輕人都會入行 其實有年輕人都會入行 去做保安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有保安排 他要解僱散也是做保安頂住的 其實現實就是 現在有很多人 根本是四十幾歲 都不算老 被老闆解僱了 他做什麼? 他唯有就是做保安頂住 不是怎麼樣? 他就是去再培訓那些課程 去考個保安排 對不對? 他是這樣的 Karen Chan 說 現在政府的高官 全部大學畢業出來做官 鬼知民間疾苦 習近平總書記 年輕人都下過鄉 他們現在這班人做過什麼? 其實問題就是 你不做過窮人的事情 都不重要 我覺得 你走走去社會看看 對不對? 修平葉就說 搞到我沒得吃飯 我都反了 其實問題是 你沒飯吃的人就造反 其實是這樣的 這是歷史必然的 中國歷史已經告訴你 那些人沒有食物 他就造反了 是這樣的 當然 你說 他們那班人 19年的時候 他們那班人是不是沒飯吃 他們不是 所以嚴格來說 他們那些不算革命 但是現在 基本上就是製造一班 可能會罵革命的人 你帶頭去做 雖然是一國兩制 但是特區政府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對不對? 那 詹先生就說 解放戰爭是打土豪分田地 這是其中一部分 那些土豪是跟國民黨的人 是勾連在一起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就說保安炒生很高薪 是的 這個是比較高的 Calvin A 就說 風險為本 何來日出康城的業主策主力場 又不告他 他修復就不用了 你 其實 有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說 會罰富豪錢 會 告到他脫富 你去看看 怎樣處理僭建物 其實香港是 其實香港處理僭建物的方法 它是很簡單的 它會寫一封信給你 叫你限時之內處理它 你處理了 或者用什麼方法處理 例如獨立屋那些是有得談的 你處理了它之後 只要 那個 話事 因為它是有卓情權的 它看到你真的修復了 OK了 OK了 所以 你就不用罰了 你就在限時之內處理了 通常怎樣是要罰呢 他給了一封信給你 你不去處理那個問題 那麼他才會罰你的 這個是 這個是 即是 如果你說了 簽建物的問題 我就解釋給你聽 就是這樣 那麼花花就說 朋友老公就是 做開電腦不算很厲害 找不到吃 轉做保安 幾年下來就升到主任級 是沒有辦法 有些人是被迫轉工的 其實就是 有些人做了二十多年 被公司解僱了 現在很多是這樣的 因為 外國公司 不放亞太總部在香港 現在是 現在是分開了 你知道嗎 問題就是 公司不做大陸生意嗎 是呀 做大陸生意直接上大陸 然後其他的人 就放在新加坡 是這樣做的 現在 我這樣說 有人說 你怎麼知道 是這樣的 怎麼知道 你問問朋友 也知道 對不對 好了 Karen Chan 就說 中西歷史 中西歷史 為什麼這麼多陸民起義 就是因為上層削得太盡 搞得民不聊生 他們這麼多高官 沒有看過中小 也看過西市 法國大革命怎麼來 其實問題就是 現在是政府 聯合一群商界的人 帶頭去搞的 你怎麼推夜運動 是沒有用的 夜運動的結果是怎樣 你有心人就像黃楊達那樣 黃楊達那時候 他搞什麼 黃楊達就是熱血公民 他那時候搞什麼 什麼 夜晚去做運動的 一起的熱血少年軍 你是不是要推夜運動 被人搞革命 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老實說 你留意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們這些議員 對社會有些承擔 你沒有可能 九成的議員出來支持 一個動議 就是說要輸入外勞 其實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現實就是 Wincent Lamb 終於說了 體育夠港 他是這麼說的 體育夠港 他還有搞一些熱血少年軍 去軍訓的 做運動 去老尾 現在民建聯是不是要搞這些 東莞就說 他們可能是搞成人夜晚運動 成人補習社 也有可能的 反正他 這個鄭永迅 鄭永迅 他產泥 他對白球鞋 是出於污泥而不染的 他對運動的定義 可能是 去骨牆體育 夜體育 夜運動 看完肉之後 去床上運動 可能是這樣 可能而已 我認為 很有可能 Sandy Wong 就說 上個月地盤合約完 沒得做 大把人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自己很特別 Sandy Wong 大把人 現在是 合約完了 沒得做 為什麼 因為 看到嘛 政策他可以請外勞 他當然是不先請你的 事實 這個是現實問題 而且你不可以 我也要說 你不可能搞到 一些基層 沒得做的 不是 他沒得做 沒所謂 有一間公屋就申請縱援 你以為別人想申請縱援嗎 有得做 誰不想做 是不是 A4884A 好像74號 老婆簽見100 老公簽見100 老公簽見100 婦人月婦 我告訴大家 其實 他們簽見 是一個遊戲 有錢人圈裡面 他們認為是一個遊戲 坦白說 其實 他們覺得 我再分析多一次他們的心態 你們說我再回應一下 其實 他們那些住獨立屋的人 他們覺得 譬如說地三尺 整間地下室 他們覺得賺了錢 這個我之前也說過 好像多一尺 就多一萬多人 他說四百尺 最少 就當作最少 四百尺就賺了四百多萬 他是這樣的 林匹斯汪就說 沒得拼 怎麼夜奔分 其實是很難的 Vincent Lam 根本十間九間都簽見 是 這個我都說過是真的 這些是沒得咬的 有些人說 不是要抓他們 你怎麼抓他們 事實是做不到的 現實是做不到的 這是現實問題 你可以拿無限的政府資源 去收有錢人皮 我借簽見去收他們皮 你做官的那個被人收皮就可以 現實就是 我講的 to see 說 哈哈哈哈 輸入幾個外奴 就要革命 真是豆腐做的社會 人家不會這樣做的 問題就是要下層 因為全部都沒得做 現在方向就是要下層 沒得做 那你是不是要下層沒得做 to see 你現在當然支持輸入外奴 因為輸入外奴 你有好處嘛 是不是 C Jojo 就說 收購我們公司 現在的沒有公司 他們香港公司也炒了很多人 他們應該在大陸 台灣和新加坡聘請人 本身經濟開始有問題了 你現在還在說沒事 就是自欺欺人 東莞就說 洪山有一間海邊 就沒有簽建 我看新聞說 就看不到 有些人做裡面的事情 說句實話 Vito說得對的 就是 如果你做商場的保安 尤其是舊式商場沒有冷氣的 那些是特別辛苦的 那些是很慘的 其實 那May Lee就說 我的太太朋友 剛剛找了一份 就是炒山保安 也有600元一天 一個任你做多少天都可以 她都不知道多開心 那 說真的 如果 如果是 就是太太的 或者人到中年 工作沒有了 你沒有辦法 也要做保安 現在就是這樣 到最後還是做保安 其實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那 算了 我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就是有些事情 就是 越講越沒有人聽 因為 因為說 喂 不會革命的嘛 輸入幾個外路 是啊 最初是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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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些人沒有東西 吃不飽 就會 那你是不是想那些人長期下去 當你的地方開始有經濟問題的時候 你只是聽那些 上層的人說 如何處理 你拿出來的處理方法 結果就做到中下層沒有了信心 其實現在是這樣的 你做到中下層沒有了信心 他們不會花錢 一個惡性循環 一開始了 不一定會停下來 現在的惡性循環 這個王偉倫 剛才我講的 他就是想繼續下去 民建聯就說要夜運動 這些就是找不到吃的東西 很老實說 究竟你們這些政棍 是想搞什麼 你在香港 是不是又想搞一些嚴重的事情出來呢 你自己想想吧 那麼 現在看到這裡就算了 就是 吳林就說 遲些就會了 老底沒有了錢 其實不是叫大家很悲觀地去看這個世界 而是 當你有些苗頭是不對勁的時候 你就要出聲 等到 那些 可能會出事的政策 不能讓他再走下去 罐頭就說 怨氣就是這樣來的 19年又可能會出現 我就是不想看到19年的事情出現 有些事情 說真的 你上層的人都不要搞得太離譜 社會上層的人 你搞得太離譜的時候 他自自然而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不用別人煽動 真的 到時候有些人自己賣位 到時候有自己賣位 到時候自己賣位 就真的糟糕了 我告訴你 好了 算了 講到這裡 我先這樣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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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